很省 因為先從吃開始這樣子 因為本身 就是剛開始出道沒什麼錢 所以我拍戲時 只要有食物我就會狂吃 然後以前之前去拍戲 所以我就是在片場 就號稱非常愛吃道具的一個人 所以道具組是非常討厭我 因為常常就是 我以前拍廣告就會這樣 比如說那個吃蛋塔 吃到最後他就說 你可以不要再吃了嗎 我的道具不夠了 你一定有命 你真的會這樣 你下次來拍我的廣東木曜粉 我讓你吃 你那個都是要真的喝 真的吃 連廣東木曜粉真吃喔 真的吃啊 噴到吃 吃到最後 喉嚨好好啊 對 我也吃 嘴破舌頭破不好啦 你還在聚餐啊 對 都可以 我很笑 我很笑 現在喉嚨不大好 你真的都會吃完 我真的都會吃 一般人都是這樣吃 你不要再吃了 沒有 而且我超愛吃 以前拍廣告是那種漢堡啊 什麼的我超級愛吃 然後直到去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拍那個全家福 就是在桌子上那種 遠餐桌 就很有滷味啊 什麼的 然後就 我有一次就是好像是有 土中華華哥 然後什麼小薰他們那一桌 但不干我的事 我只是坐在那邊 然後他們要對 他們要講話 那我在旁邊沒事 我是不是就要好好吃東西 所以我就這樣 Action 然後我就開始吃 吃完之後 然後你說 卡 走過來 我就看你 等等怎麼給我聯繫 你剛剛從哪一句話 吃什麼東西 你就給我 就是 給我聯繫 然後我就看得到 他怎麼說 靠好兇啊 然後 就有跟薰很好 他就說 你不要再吃 不要再吃 你再吃 你等等就不知道怎麼演了 因為雖然我沒有台詞 因為我一菜被你吃光了 就不聯繫 第一個菜被我吃光 不聯繫 重點是 比如說你講到 哪一句話的時候 我可能在吃雞腿 吃了 對 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的時候 我又在吃雞腿 可是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他就說 那個跳鏡頭的時候 我也要 可是你如果不吃的話 也很假 對 很假 但是重點是 我為什麼要這樣吃 因為有時候 劇組他們 就是沒有發便當的時候 他們會給 攤貝 所以我只要在 演戲的時候什麼 我吃飽了 攤貝省啊 就賺了那兩百塊的 人家上班 也是去吃飯的 對 兩百塊上 對 有時候給一百 有一些好一點劇組 如果拍電影的話 有時候兩百 那妳真的比我省 真的 這一兩百 一定要 妳的省五百塊 是一百塊 不是 妳的故事聽起來 比較心酸耶 對啊 真的嗎 可是 可是那時候 但我那時候就是 年紀比較稍小一點 我覺得我這樣做 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就是為了就是省一省 存點錢啊 付房租啊什麼的 那有上桌下歇戶 什麼之類的嗎 我吃這個吃到後面 我發現我腸胃不好 我剛剛聽小鐘哥的故事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東西 會壞掉 會壞掉 就是我現在想到說 會這件事情 因為我以前是會帶便當 或者是把它帶回去吃 然後有時候 現場其實道具會放很久 對啊 我沒有想過 都酸了 對 那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或是弄傷身的人 對 對啊 所以 這個時候 對 那時候我每一年 我至少會在家 肚子痛 昏倒 每一個月一次 每個月一次 好誇張喔 會痛到昏倒 這樣不行 可是我一直以為 是我腸胃比較弱 所以我晚上會這樣子 突然肚子痛 然後昏倒 然後我就會 就會就是吃個胃藥 然後隔天就是忍一下 所以我一直以為 只是我的腸胃不好 但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就是 吃了沒有 就我現在回想起來 因為我現在腸胃沒那麼不好 所以現在回想起來 應該是很愛亂吃倒楣 不要再這樣了啦 對 他就是 所以他腸胃後來好 就是 對 因為沒有便當可以拿 一定給自己吃 都沒便當可以拿 就是身體就變